每年的11月 博久莱新酒都是大家万众瞩目的焦点 然而博久莱只有新酒吗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 在博久莱不是只有新酒 更有属于自己的分级制度 分别是博久莱 博久莱村庄 和10个最高等级的博久莱特级村 现在就带大家认识博久莱新酒以外的 10个博久莱特级村 桑达木是博久莱最北边 也是最浪漫的特级村庄 整个村庄充满着浪漫情怀 这是因为阿木一词 在法文代表着恋情的意思 这里的酒款分为两种风格 一种净疲时间较短 周体轻盈芳香 适合早期饮用 另一种净疲时间较长 周体架构较为强劲 适合盛放4到5年 但总体来说 桑达木是10个特级村里 周体最轻盈的 相传Juliana是博久莱产区 最早种植葡萄的地区 而村庄的命名是为了 纪念西元前100年来到这里的凯撒大地 这里的周款 周体集中有架构 同时又兼具优雅的表现 经常出现草莱 覆盆子 紫罗兰 肉桂和香草的香气 Shenas是博久莱最小的法定产区 面积仅有242公顷 这里曾经种植大量的橡树 因此而得名 在Shenas偏西边的葡萄园 出产的红酒架构较为强劲 而东边的红酒则较为柔顺 丰富多变换的风格表现 也让Shenas的酒 成为了路易十三的最爱 Moulin-Avon是博久莱 十大特级村里最知名的一个 被称为博久莱之王的Moulin-Avon 有着复杂强劲的轴体架构 以及熟成饱满的果香 搭配上迷人的花香及辛香料的风味 是Moulin-Avon最经典的风味表现 Furgy一词不仅是博久莱特吉村的名字 在法文中也代表着花的意思 久如其名 这里的酒款带有轻柔芬芳的花朵和水果香气 清爽宜人的酸度 柔美悠长的尾韵让人深深着迷 而Furgy也被评选为博久莱 最具女性特质的特级村 说到Shirhub除了葡萄酒外 你一定还得认识这位葡萄品种学家Victor Puglia 居住在Shirhub的他对葡萄种植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在跟刘牙虫4月的19世纪 是Victor Puglia提倡将葡萄树嫁接 这才让所有的葡萄圆起死回生 虚乎出产的酒款通常酒体较为轻盈 质地细密优雅且口感新鲜 还带有莓果及丰富的花香 是非常典型的博久莱酒款 Mogong是博久莱第二大的特级村 也是大家公认香气表现最像布根地的特级村 由熔岩和火山灰在熔江的高温与压力作用下 形成的独特变质岩 在这独特岩层上生长的嘎妹 常表现出类似布根地的黑樱桃香气 但通常较为熟成且轴体较庞大厚实 黑涅最地标性的建筑物 莫过于这座在葡萄园中央的教堂 这座教堂是由知名的教堂建筑家Pierre Borson建造 1988年升级成特级村的黑涅 是十个特级村里最年轻的 这里出产的酒款有两种风格 一种是轴体轻盈爽口 适合早期饮用 另一种轴体饱满 结构强劲 适合成年五年以上饮用 但这两款酒的共同点是都带有充盈丰沛的莓果香气 Pierre不仅是博酒来最南边 也是最大的特级村 这里的葡萄园大多朝东 拥有相当充足的日照 也因此葡萄熟成的较早 这里出产的酒款通常带有细致浓缩的草莓 红醋粒和桃子的香气 酒体架构较结实 搬随着矿物和土壤的气味 通常适合存放二到五年 一些酒体更为结实的酒款 甚至可以盛放十年以上 Gaudet-Berhuy是被Berhuy包围在内陆的区域 隆起的地形犹如火山锥 然而这海拔只有480公尺左右的山丘 并非火山 而是由一种非常坚硬的蓝灰色火层岩所构成 这里的酒比Berhuy更加强劲浓郁 带有更多的矿石和香料风味 成年后会有更出彩的风味表现 这十个博酒莱特吉村都有各自的风格特色 让原本就活泼甜美的嘎妹增添更多色彩 喜欢葡萄酒的你 不妨也来体验博酒莱特吉村带来的美妙味觉饗宴 感谢观看